今天上午在淡水屯山活动中心 理事长与淡水卫生所共同举办长者免费体绪能检测 但现场不仅是可以看到卫生所人员在帮长辈们进行体绪能测验之外 旁边还可以看到有一群阿公阿嬷正在制作手工艺品 卫生所表示其实从今年开始就进行体绪能测试 希望能够帮长者健康把关 就是希望老人越来越有活力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先来做老人体能的检测 然后包括就是手部的肌耐力跟腿部的肌耐力 所以今天的项目就是有握力手部的握力检测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借由就是椅子坐立的次数 跟步行六公尺的速度来看看长者是不是有比较衰弱的状况 那后续我们会跟社区这边做一些后续的运动介入 在安排时间然后安排老师进来做训练 卫生所在今天透过社区的活动号召长者来进行体绪能测验 包括了手部握力测试腿部肌耐力等等 了解长者的身体状况并且提供逐当的咨询服务 希望让年过半百的阿公阿嬷们都可以过得更健康 说有啦我这手有够烂了 他说普通一百八六嘛 他说一百九十五 今天是我们的老人共餐 刚好借着这个机会跟卫生所合作 帮老人做一下身体的检测 所以让他们老人知道说身体的机能 那个部位需要说加强或者是肌耐力要训练的 所以说这个检测能够配合到共餐 让长者有机会认识卫生所还可以做一些检测 顺便可以后续可以再产生一些课程来大家一起合作 其实在屯山社区长者人数占比例非常多 因此卫生所从今年开始下里到每一个邻里 进行体绪能检查 并且记录长者的状况 在日后能够再追踪 或者是让长者进一步上体能课程 为长者的健康把关 记得订阅 再次采访报道